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融化中的南極淨土特別報導 我是秦林謙 TVBS採訪團隊 我們獨家深入 要帶您從南極來看全球生態 以及地球暖化的問題 那麼要前往南極 首先要到世界最難的城市 也就是阿根廷的烏蘇淮亞 因為這裡距離南極州 只有相隔一個德瑞克海峽 而德瑞克海峽的海峽 一直以來都是非常的凶險 甚至被稱為尖叫60度 那麼繼續來看的是 這個南極州 它是世界的第五大州 面積大約一千四百萬平方公里 占地表面積十分之一 而且南極州 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地方 都被冰層覆蓋住 所以南極州 也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 最冷甚至可以低到攝氏零下八十九度 我們的採訪團隊呢 這一次是從南極半島的東側北端 開始登陸 一起來看看 從飛機上俯瞰 冰川覆蓋在群山中 採訪團隊從台灣出發 加上轉機將近四十小時 才抵達阿根廷南端的城市 烏蘇懷崖 早期這裡是重刑犯的流放地 街道上處處都還留有過往 歷史印記 世界最南的城市 烏蘇懷崖也被稱為世界的盡頭 因為這邊距離南極呢 只相隔了一個德瑞克海沙 相距不到一千公里 因此很多要去南極的人 都會選擇在這裡搭船出發 要前往南極半島 得經過德瑞克海峽 位處南偉六十度的西風帶 以多風暴著稱 一整年的海巷都非常惡劣 還被稱為尖叫六十度 南極洲是世界上第五大洲 面積大約一千四百萬平方公里 占地球陸地面積的十分之一 而除了南極半島北端之外 南極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地方 被平均厚度1.9公里的冰層覆蓋 這次我們從南極半島東側北端 開始登陸 我們現在已經在南極半島東邊的方向 這也是布朗海峽 而且今天非常的幸運 因為前幾天還是暴風雪 今天沒有風的狀況之下 我們才可以順利登島 而現在是剛剛開出的季節 所以還可以看到這個白雪覆蓋的樣子 因為接下來開始進入夏季 布朗海峽位在威德海北邊 我們抵達時是十一月剛剛開春 放眼望去仍是一片雪白景致 包含將近四萬隻阿德利企鵝 還有巴布亞企鵝都在這裡棲息 鳥類生態更是豐富 還被國際鳥蒙列為重點鳥區 很棒的一例子這樣,因為我們有很多被人見 現在有1000yr 我們今天已經現在開始了 香港的元素 這次由有著18年 極地航程經驗的船長 帶領大家進入威德海 往南航行 得一一閃避海上漂浮的冰山 南極洲是世界上最冷的州 尤其南極大部分地區 海拔高度都在3000公尺以上 再加上都是陸地 升溫 降溫都比較快 相對北極更加寒冷 南極冬天的溫度 大約是在-23度 最低溫可以達到-89度 比北極還要低 不過指的是在內入 無人居住的地方 像在南極外圍呢 夏天的平均溫度 大概是在正負五度之間 不過可以看到今天的雪蠻大 風也蠻大 而且雪跡的非常厚 行走比較困難 如果再大一點的話 天氣再差 我們可能就無法登島 不過接下來 就會進入十二月 一月呢 是南極最溫暖 而且日照時間最長的季節 日照可以長達二十小時 就成為南極的旅遊王季 南極半島位在南半球西風帶 是以帶狀環繞南極大陸的強風 也因此南極半島的天氣變化大 隨時可能出現暴風 像是我們來到南極半島北邊的 南社德蘭群島 就遇上暴風雪 風聲呼啸而過 強風夾帶冰雪 積雪厚度聲在島上行走 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雪中 在進入夏季時 天氣相對冬季會去穩定 不過這幾年 在南極半島上 也漸漸出現異常訊號 極低探險隊員 以多年來在南極的經歷和研究 也感受到南極正在暖化中 但卻是改變 在1960年 從第一次記錄 在安東極的冬季 在安東極的温度上 在某些地方 有升至五六度 在某些地方 這是一位最快的暖化 在世界上 和宇宙的環境 比其他人的環境更加影响 在澳洲的環境 宇宙的環境 比全球的環境更加熱 比全球的環境更加熱 所以它變得很快 它影響了澳大利亞 最多的河嶽在河嶽下 這是一個証明 事情發生了 過去科學家研究氣候變遷 大多集中在北極 但近年也慢慢聚焦南極 根據2020年的一項研究報告 圍繞南極周圍的西風帶 在1950年代後 變得更加強烈 更指出南極半島 已經是地球上變暖最快的地方 過去50年來上升了將近3度 從1979年到2017年 南極冰蓋損失的冰量 至少增加了6倍 但我可以看到幾個變化 溫暖的溫暖 溫暖的溫暖 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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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在全球暖化危機中 這座被稱為是世界最後淨土的地方 再也無法置身事外 再來看南極海濱從二零一六年 面積開始快速下滑 根據美國國家冰雪資料中心數據 南極海濱的範圍 二零二三年八月比起同期 面積是少了百分之十二 這也是一九七九年有衛星紀錄以來 冬季最大海濱面積的最低值 比一九八六年冬季創下的紀錄 已經少了將近一百萬平方公里 而一旦海濱消融 海水就會吸附更多的熱量 造成更多的冰因此融化 所當其中受到危害的呢 就是仰賴海水生存的物種 像是零蝦 海濱就是零蝦很重要的指標 海濱變少 零蝦就會減少 而零蝦又是南極食物鏈 相當重要的一環 像是企鵝這些呢 都是以零蝦為主要的糧食 當這些生物的糧食減少 那麼所造成的生態衝擊 可以相見 進入南尾六十度 海面上變化 從漂流的冰山 漸漸轉為一片一片薄薄的海濱 就像在海面上撒上白色糖霜 郵輪越往南開 海濱越來越密集 十一月開始 海濱就會慢慢往南消退 船長靠著豐富經驗進入威德海 直到南極半島東側 往南端前進 直到海面上布滿海濱 郵輪無法再繼續往前 採訪團隊改搭乘衝繃艇 穿梭在海濱之間 以南極半島為主要棲地的阿德利 更是常常出沒在海濱上 作為終極站 經過一個冬季 海濱厚度大約可以來到三十公分以上 成了棄而外出覓食的休息地 我現在就是站在海濱上 而海濱就是圍繞在南極州的周圍 通常海濱在冬季的時候 面積會達到最大值 一路融化到了夏季二三月的時候 而二零二三年南曼球二月的夏季 整個海濱面積是來到了歷史新低點 而在九月冬季的時候 仍然沒回到過往的水準 而這樣其實海濱一旦消失了 最嚴重的就會衝擊到這邊的神態 通常在二月底 南極海濱面積會來到最低水準 再經過一個冬季累積回來 而南極在過去幾十年 海濱在歷史高點跟低點之間擺盪 從2016年面積開始急速下滑 溘溢溢溢瀥北冬季 然後它會長大、濃縮、濃縮 然後它會沾到冬天和冬天 再次,海岸的南方海岸 也會增加 所以這也會有少海岸 甚至在冬天 這也會影響整個環境 根據美國國家冰雪資料中心數據 南極海濱範圍2023年8月 比起同期平均面積少了12% 而到了9月10日達到最高峰 來到1696萬平方公里的覆蓋面積 這也是1979年有衛星紀錄以來 冬季最大海濱面積的最低值 比1986年冬季創下的紀錄 還少了將近100萬平方公里 在陸地邊緣的 它其實是海濱 但是它跟陸地的海岸帶 跟南極的海岸是連在一起的 在這種海濱 其實它的重要性是更重要 南極的溫度非常冷 它的陸地上有大氣的高壓 導致它有類似洛山風 然後從南極的中心向四面八方吹 風速非常的快 它就會把在陸圓 大陸邊緣的冰往外吹 那往外吹這個冰就往外移動飄走了 那這個時候冰下面的水就露出來 暴露在這個強風之下 很快的又立刻的又結成冰 然後又被往外面吹 海水裡面的鹽分就會被冰吸出 所以那個海水裡面的鹽分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高 很鹹 那很鹹的話 這裡的海水的密度也會隨著溶解的鹽分而增加 那這裡的海水就會因為密度高而逐漸沉降 然後形成一股驅動海洋環流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那現在的狀況是這股力量慢慢的在消失 海濱圍繞南極大陸周圍 對冰山 冰架 冰棚有著重要的保護作用 一旦海濱消融 海水就會吸附更多熱量 造成更多的冰因此融化 讓南極大陸的全球氣溫調節器作用 慢慢失效 而首當其衝受到危害的 就是仰賴海濱生存的物種 到南極大陸系列的濃生存 而且在冰山的世界適合 到冰山 嶺老ッ、 生長如回溫 틈般細小的林蝦 不仅是碳足存高手 年均碳存量高达2300万吨 更是南极食物链的重要一环 包含每年从热带迁徙来觅食的 蓝鲸、座头鲸 还有新天翁、海豹 以及阿德里、巴布亚、契尔等等 都以林虾为主要粮食 海冰的消退 造成依靠海冰浮游植物的林虾 粮食减少 有科学家预估 可能在本世纪末将会失去 20%到55%的棲地 冲击范围还可能继续扩大 You probably heard about the emperor penguins so those penguins they are the only species of penguins that rely only on the sea ice to breed so they are breeding on the fast ice the sea ice that is fastened to the coastal area of Antarctica and if there is no fast ice or if the ice breaks off too early in the season they won't be able to breed because the chicks will die before reaching adulthood, before malting so for these species for example the diminution, the lowering of the sea ice is a big issue absolutely for example last austral summer a few emperor penguins colonies they were touched by the this climate change because the sea ice they are breeding on did melt too early that means that all the chicks of these colonies they probably died because they were not anymore on their sea ice attached to the land and they were just drifting and probably that they were abandoned or they drowned 海冰融化 面積退縮 前世南極氣候變遷 持續惡化 從冰棚 冰川 海水 最終到生態系統 每個層面緩緩相扣 氣候暖化的衝擊 千億法而動全身 繼續跟著我們的探險郵輪 要帶您到南極州的南喬治亞島 這裡是世界最大的國王企鵝侵襲地 而事實上就在我們的採訪團隊 抵達的前兩週 英國南極探勘組織 在北邊的鳥島這裡發現了死亡賊歐 呈現禽流感 H5N1 陽性反應 因此每一次的登島都要做 相當徹底的消毒清潔 任何物品都不能落地 以及不能夠蹲下來拍照 國際南極旅遊組織協會 也會依照狀況滾動式調整規範 甚至禁止登島 就是要為了保護這些企鵝 黃橙色羽毛環繞頸部和雙頰 是國王企鵝的特徵 一群一群的企鵝出沒 遙遙白白走路的可愛模樣 有的悠閒逛大街 有的則是站定不動 呆萌模樣一舉一動都是焦點 從海邊再往內陸前進 放眼望去 針片山谷 幾乎被國王企鵝占據了密密麻麻 有一大半還是包裹著 咖啡色羽毛的企鵝寶寶 這裡是位在南喬治亞北邊的 浮屠那灣 也是國王企鵝的聚集地 就在我們要出發前往南喬治亞的前兩週 10月25號傳出英國南極勘測組織 在北邊的鳥島上 發現死亡賊歐呈現禽流感陽性反應 因此做登島的防護措施得再升級 可以看到桌上這些所有的裝備 像是有褲子還有手套以及毛帽這些 都要用這個吸塵器來進行消毒 以防有細菌被我們帶到島上去 另外今年因為禽樓感的關係 像是我們的攝影器材 還有我們的包包這些 經過消毒之後帶到島上 人展不能落地 鳥島被認定是世界上野生動物最豐富的地區之一 有許多瀕臨絕種的鳥類 島上還有五萬對企鵝和六萬多對海狗在這裡繁殖 而新一波H5N1禽流感病毒 在南美洲大流行導致智利秘魯 有五十萬隻海鳥兩萬隻海獅死亡 受刺在南喬治亞島發現禽流感踪影 科學家以及當地政府如臨大敵 南極旅遊組織協會更是隨時更新旅遊規範 很多牧山監中可以保存在高下 是從1970爾的佛 rapp系 這就是最好的狀況 讓它長出來很快 海鴻山的狀況 是正在1970爾旅遊覽聖旅遊 この狀況是很高的 它們現在很高的狀況 它們可以從鱔山去鱔街 像沙洋 沙湖 南朝治亞群島 鳥類非常多 一旦擴散 速度将会非常快 要做到最严格的防范 在我们每一次登岛前 探险队员都会先上岸 检查是否有任何异状 我们今天原本预计要登上 这个位在南朝治 群岛东北边的Ocean Harbor 不过探险队长上岸之后 发现可能会有情流感的状况 所以临时取消登岛 改用像这样冲锋艇来游览 我们必须去前面 我们必须去前面 查到40分钟 或1分钟 然后看到一些死的 birds 就一开始 之后一开始 然后一开始 然后一开始 另一开始 这样的呼气 像一开始 week成维ычно 也�� 或者是感想家 和呃组 这些 shine 那些的光滑风 所以基本上 祂的大利剩 可以禁止这个辄 所以可以回到船部 捉了一些照片 送它去南俄羅斯 然后桌子最后一天 主要请流感正威 威胁到南极的企鹅 野生动物生存空间 还有另一个危机 正在发酵 11月进入繁殖期的 巴布亚企鹅 选好舒适地点后 用石头竹槽 以趴握的姿势 一动也不动 把蛋牢牢敷在肚子间 由企鹅爸妈轮流照顾 这是福克兰群岛的 其中一个小岛 可以看到后面 这一圈圈的企鹅 它们就是巴布亚企鹅 是在正值它们的繁殖期 所以它们会寻找 一个安静舒适的位置 来孵蛋 所以现在登岛的游客 都不能超越这些警戒线 以免打扰到它们 福克兰群岛是 巴布亚企鹅的重要棲地 有将近六千对企鹅 在这里繁殖生活 在这里我们有最大的 人群岛的群岛 全群岛 有5千对6千 群岛的群岛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给这鸟饭了 这些这些荫 全都给了一年 一年 凧 increase 就供应费了34-35天 之后 再出发猫 男或取代 salary 他们要求主持人 一成年 至少年 或者取代 男或取代 需要保持肉 当男或取代 男或取代 按摩 当男或取代 受到全球暖化衝擊 在2022年調查中 希望在較溫暖區繁殖的 巴布亞企鵝 在南極半島東側 安德森島 也發現它們聚落 是有紀錄以來 南極最南端的聚之地 氣候暖化不僅影響 企鵝聚落分布 還有海濱的消退 南極限定的皇帝企鵝 是企鵝中提形最大種類 以海濱作為主要繁殖地 我們很難得的 在南極半島周圍海濱 以及冰山上 執集到從南極大陸 出來觅食的皇帝企鵝 它們如今面臨的困境 正是雛鳥在羽毛成功發育前 所選擇的海濱提前融化 導致這些年幼的企鵝 無法獨自在海中游泳 生存造成威脅 英國南極勘測研究指出 至少有高達20多個 皇帝企鵝的棲地 在過去五年間 海濱範圍明顯萎縮 到21世紀末 恐怕高達90%的皇帝企鵝 聚落會走向滅絕消失 其實在終於21世紀末 為了王帝企鵝 我們可能會失去 某些人在一些海洋 這位科技學員 考慮到 在終於21世紀末 我們會失去70% 的皇帝企鵝 而且這也會出現 因為它是很關閉的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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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綠色和平在二零二年 前進南極做企鵝普查 以全球最大甲帶企鵝棋地之一的 向導做調查 相比一九七一年研究結果 全部南極企鵝族群 由十二萬兩千五百對 減少百分之六十 剩下五萬兩千七百八十六對 其中甲帶企鵝的數量 更是減少百分之七十七 我們現在看來阿德里的零大圈 我們知道從舊研究出學 那些零大圈的零大圈 在東方的東方有多重量 很快 現在現在 因為有那麼少雨天 在東方那個年 當我們看到沙漫流 再降落 沙漫流 降落 比较尖火,而是在城市中的更多方向 去地域,这些是很坦白的地方, 他们不暴力,但是现在,由来的温度, 更加适合,它会比较更适合, 这会变成新的内衍和新的交流, 那我们还没有知道, 是什么会发生的作用。 企業數量是觀察南極整體生態系 健康度重要指標 氣候變遷仍然持續在全球升溫 已經敲響南極生態危機警鐘 減緩暖化速度 才能讓這些南極限定的交客 保有最後的氣候避難所 我們繼續要帶您來看的是 溫暖的海水加速了冰川的溶解 有世界末日冰川之稱的史維茲冰川 近期就被發現 它每年是以2.1公里 這樣子的速度在消融當中 而且受到了海水暖化的影響 會使得海平面上升 那麼根據了解 目前每年海平面上升 有百分之四就是來自於史維茲冰川 而且一旦海水 海濱消融的速度越快 海水暖化的情況越嚴重 海平面上升也會越來越明顯 恐怕會危及四成的地球人口 金陵海岸邊的岩石上 跳岩企鵝正在陡峭的山坡上 跳來跳去 尤其眼睛上兩道金黃色眉毛 超引人注目 在福克蘭群島上 有巴布亞國王企鵝聚居之外 這還有一位農場主人 靠著飼養羊群作為主要生計 除了管理牧場 亦有遊客登島 Beefoo也會開著車到岸邊去擺攤 賣首座紀念品 我們賣了紀念品 我弟弟在做了所有織布 我還有一些原本的水色 我弟弟在做的畫面 阿布羅斯 王牙 Beefoo在福克蘭群島上 生活了70年 這幾年明顯感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 尤其對牧羊來說挑戰更大 我們賣了5,600牧群現在 我們要把牧群剪掉 因為土地太太乾淨 與氣候變遷 我們會有很多少雨 和很多少雨 在冬季 我們會有約30mm的雨 每年 所以不太多 而在距離將近一千公里外的南喬治亞群島 也在氣候變遷影響下 冰川面積逐漸減少中 南喬治亞群島是屬於 附集地的海洋氣候 全島有將近百分之五十六的面積 都是被冰川所覆蓋 而且全年積雪 全島一共有一百二十三座冰川 最主要的是有五座 不過呢 隨著氣候變遷暖化的影響之下 原本這些冰川面積 也開始慢慢往後退縮 南喬治亞群島最主要的五座冰川 布勒格冰川 紐梅耶冰川 努登舍爾德冰川 埃斯馬克冰川 以及諾沃斯爾斯基冰川 其中紐梅耶冰川 退縮的幅度最嚴重 中紐梅耶冰川 從南喬治亞 華島往西南前進 要前往南基半島途中 一塊巨大冰山 就出現在我們船邊 代號D28的冰山 面積大約1630平方公里 比新竹縣還要大 含有3150億噸的冰 在2019年從南極州 東半部的阿美里冰棚列出 一路往西北漂 起初到海外溜海 飛後還有4000公里 我們有多大的海外溜海 飛後飛後海外溜海 越靠近南極圈 天氣越不穩定 海上冰山也越來越密集 海上冰山也越來越密集 我們現在原來是乘坐的這個 衝鋒體是靠近南奧克尼巡島這邊 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是 南極企鵝 而且還有看到 只有南極半島限定的阿德利企鵝 這邊是屬於南冰陽 其中的一個島嶼 距離南極半島是東北方向 六百多公里處 而這邊根據官網的數據來看 有一年之中兩百八十天都在下雪 所以天氣是非常穩定 幾乎中年下雪的南奧克尼群島 周圍九點四萬平方公里 和羅斯海的兩百萬平方公里 是南極州的海洋保護區 除了有豐富的海洋生態之外 這裡冰山更顯壯觀 尤其大小不一的藍色冰晶 是南極一大特色 經過幾百萬年的積雪壓縮後 排除內部空氣形成密度高的冰 光線穿過冰時會被散射和吸收 相比北極的年輕冰山 南極冰山顏色更加湛藍 但這樣蔚藍的冰山不斷崩解融化 恐怕不是好事 南極州有百分之九十八的面積 都被冰蓋覆蓋 全球海溫升高影響 東部陸地上的冰蓋高於海平面 只有在接觸溫暖海面的冰蓋融化快 大陸上冰蓋溶解速度比較緩慢 而另一邊南極大陸西半部 冰蓋則是低於海平面 暖洋流流入大陸架 和冰川底部之間 導致冰蓋更快融化崩解 研究指出南極州西部 相當於一個佛羅里達州大小的末日冰川 使威茲冰川正在急速融化 每年以2.1公里的速度消退 溶化速度最快的南極半島也不例外 這是一個冷水溫流 monarch 這是一個冷水溫流礙 而且不太混沌 其他沙門 但現在我們看到這些河有更多時 而且河沙沫浴浴漫 所以它會有影響針在河浴漫 南极洲拥有全世界大约90%的冰 和70%的淡水 根据NASA推估 光是西南部冰层蕴含的冰量 就能让全球海平面升高4.87公尺 另外美国研究团队调查 1979年到1990年间 南极洲每年融化 大约400到440亿吨冰体 2009年到2017年 更增加到2520到2780亿吨 陆地的冰 它如果溶解跑到海里面 它的量体是非常的巨大 造成海水位升高 其实就是指格陵兰 或是南极大陆的这些冰冠 它崩解 因为温度上升 然后变得脆弱 然后崩解到海里面 那这时候整个海水位就会变化 这座地球最南也最寒冷的冰库 暖化正在加速 冰层融化的冲击 已经是世界各国都难以逃避的 严峻考验 欢迎回来 融化中的南极净土特别报道 我们继续要带您来看 南极州呢 它拥有丰富的生态 以及海洋的资源 过去呢 有补金的活动 甚至呢 也有捕捞零虾的活动 都冲击到了当地的生态 而为了要影响呢 这个生态冲击降到最低 为了防止呢 以及领土的纷争 一九五九年签订了 所谓的南极条约 至今有五十六个国家签署 除了保护环境生态之外呢 也禁止任何的军事活动 就是要确立 所有的南极使用目的 都是以和平为目标 而我们台湾 除了在北极设有研究站之外 也有教授 投入南极的研究计划 台湾的绿色和平水手 也参与南极调查 透过数据分析 南极生态概况 还有面临到的挑战 巨大的捕金船甲板上 长满杂草 变成海鸟或是企鹅的 修气据点 捕金船搁浅在岸边 已经超过一个世纪 南乔治亚岛沿海 从一九零四年开始 一直到一九二零年 是南极捕金业的中心 直到一九六零年 南极捕金活动才结束 这里过去是捕金站 现在改为博物馆 在夏天的时候 会有人员来这边贩卖东西 另外也会提供给科学家 作为据点 南极有丰富的海洋生态 以及矿物资源 从一九一一年 挪威探险家首度抵达南极点后 百年来科学家都积极要揭开 南极的神秘面纱 我们现在位在的是 南社德兰群岛其中的半月岛 可以看到这边 有很多科学研究站 在这个岛上 一共有十九个科学研究站 而各个国家都在南极 设有科学研究站 主要原因就是在 1959年的时候 是订定了南极条约 1961年的时候生效 而主要要确立 所有的南极使用的目的 都要以和平为目标 而另外像是这样的 科学研究站的研究人员 以及研究成果 都要来互相交换 尤其要确保这些科学研究成果 要提供给全球来使用 南极州上大约有上百座科学研究站 每年有将近五千名科学家来做研究 在南极条约体系中也包含保护南极动植物 海豹生物资源等等公约 that's the convention tha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that one was signed in 1980 and that one managed all the fisheries around Antarctica so yeah krill fisheries started in the 1970s and then there was a peak in 1980s at the time it was mostly by Russia and Japan but then it kind of decreased in the 90s and now there is still 在氣候變遷威脅下 南極的重要性逐漸加深 巴西科學家2020年2月17號 在南極半島東邊西摩島上 測到20.75度 創下南極史上溫度最高紀錄 同一年跟著綠色和平 到南極做研究的水手黃毅宣 親身感受到高溫熱浪衝擊 去之前覺得應該會很冷 因為就是想說是南極 然後可是去到那邊 就是其實平均的溫度 其實都還天氣還滿好 然後還滿熱的 那時候就是我在南極的時候 常常會聽到很多 就是冰山崩塌的聲音 就是像打雷的聲音 夏季的南極半島外圍 包含這次採訪團隊所到之處 原本雪白美景會轉換為棕色大地 靠著南極條約制約 禁止軍事活動和平息領土紛爭之外 1991年簽訂了 南極條約環境保護議定書 礦物開採和石油鑽探禁令 將持續到2048年 然後它是很適合 任何國家 想參加 他們可以簽訂 但是現在我們在想 如果它能夠夠強勁 跟人生的活動 在大陸中的 21世紀 我們不不知道 什麼會發生在2048年 所以我們不不知道 是否能夠強勁 我們必須遇到21世紀的挑戰 和人生的活動 但是到現在 它真的被認為成為一個成功 例如外空空間聯盟 它說的是同樣的 沒有核心活動 沒有軍事活動 國家都不可以稱呼 所以這就是外空空間聯盟 但是它是很吸引 南極聯盟聯盟 各國科學家積極嚴重南極氣候 海洋生態洋流探勘 監測冰川融化速度 讓全球意識到 極地暖化危機的嚴重性 一連串的科學研究中 台灣也沒有缺席 2020年 中央大學教授 投入國際研究計劃 我是在一個團隊裡面的計劃 我們有兩個人 在那一年的時候 去用光學雷達探測 那個中高層大氣 我們也可以間接得知 那個高通裡面的溫度 這個是Curry 就是科學館 所以我的辦公室大概在這裡 這個都是Sea Ice 都是海濱 所以融的時候 這邊就融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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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融到這裡來 紀錄1600個小時光學雷達資料 深入了解南極上空大氣動態 不過受制於國際政治因素 台灣目前在南極 只能以個人名義參與 不像在北極已經成立專屬研究站 針對太空大氣海洋地質的 極地研究範疇 共同找出對抗氣候變遷的 調適之法 短期可能透過海洋公約的保護 直接去化射保護區 不要再有更多人為的破壞 那讓當地的生態 可以慢慢地回復平衡 對抗升溫重要的就是 我們2030年的減碳目標 要提升到40%以上 海洋保護 節能減碳的倡議 已經升值到世界各地 南極暖化 生態災難 這些不再只是冷漠詞彙 為地球爭取更多應變空間 從台灣到世界 沒有人是 居外人 TV位新聞 鍾德榮 劉立軍 南極採訪報導 請跟我們一起愛護 我們的地球生態環境 那是你我每個人的責任 我是秦林謙 感謝您收看今天 融化中的南極淨土特別報導 我們再見 我相信 我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今年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难怪联合国兵书长古特瑞斯就指出了 气候变迁就在我们的眼前 而且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全球暖化的时代已经结束 而全球沸腾时代已经来临了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因为高温的关系 发生了难以控制的森林大火 以这样的大来说好了 到九月份的时候过火面积已经整整超过有16.4万平方公里 比四个半台湾还要来得大 而你以为这只是加拿大的事情吗 其实不然 因为大规模的森林野火不断 已经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等等的温室气体 增加暖化的负担 大陆专家就推估碳排超过10亿吨 已经是全球环境事件了 好 森林本来是储存碳化合物 很天然的一个仓库 被称之为碳汇 但是要怎么样来保育森林 让碳汇不要变成碳席呢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谈树 要告诉您哪一些树是最固碳 稀碳的 还有天下之大 奇数不少 最高 最老 最大 最怪的树分别又在哪里呢 以及另类的职业 包括了像是攀树师或是树艺师等等 又都在做些什么 请跟我们一起来一趟树的旅行吧 好 首先来看到的就是无人机科技 如何加入造林的行列 灵活无情所到之处 一切烧光光 天灾野火加上人为烂肯 全球森林大量消失 当人类被极端气候折磨的时候 才会意识到失去树木是多么恐怖的事 超过8 million acres of land in the U.S. were scorched in 2020 about 2 million more than average we are losing more trees faster than nature can regenerate 现在借助科技效率大为提升 有了无人机一年种植上亿棵树 除了人的速度和自然的速度 能保持到达居住的利益 30-50%的利益 费用树木的利益 从棵树上开始 从棵树上开始 当然也是由无人机调打量 Drone seed uses advanced laser mapping to identify the best locations for their seed drops targeting healthy soil and other ideal conditions 造林区最好不要有太多碎石 也不要有强势植物 无人机空中撒种 不是直接把种子丢下去 而是要预作处理提高存活率 What we do is put the seed into this pod It's biodegradable It has all the nutrients it needs so that when it gets shot into the ground it has a fighting chance to grow into a big strong healthy tree that we can climb in 20 years time 取代传统人力进行空中播种 一名操控员可以同时监控六架无人机 进而达到每人每天种植十万棵树的效率 We as humans invented the chainsaw and yet we didn't invent the equal technology to then restore and plant that tree as quickly as we can drop it down We need to use technology to scale up our restoration efforts 科技化的植树造林省时省力 完成播种后 无人机还可以监测植批效果 和树林的健康状况 全球一年平均失去100亿棵树 该怎么补救 现在要仰赖无人机大军 一起加入保护地球生态的行列 种树造林并不容易 但野火燎原确是一夕之间的事情 我们回顾一下2023年非常严重的森林大火 有哪些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加拿大之外 其实还包括了美国的加州跟夏威夷 此外还包括了阿尔及利亚以及希腊等等 那么这个加拿大的野火光是这一起 那么造成的碳排就超过有10亿吨 这是根据估计 而且几乎等同于日本在2021年全年的碳排 看这个状况有多严重 真的叫人出目惊心了 那么当然讲到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的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成 森林是我们的宝贝 要怎么样好好来保护它呢 马上来请教两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是台湾大学森林环境 及资源学系副教授邱祁荣 邱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邱教授要来告诉我们很多 有关于树木的故事 好 再来要介绍是直觉共同创办人 谢戴如 戴如你好 主播好 大家好 是 你们是2019年就开始办直觉的活动 是的 是的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其实我们是要推广跟植物共 人类跟植物共生的这个意识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做分享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先来请教一下邱教授 树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树有哪些伟大的地方 一般我们讲的树都是在成熟的时候 在三到五公尺以上 不管是五公尺还是五十公尺 甚至于更高的 有到一百公尺高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树的根会吸收水分 水分它会往上运送 送到叶部出来 你想一想这个高度 如果到一百公尺高的树的话 你要用多少的马达来抽水 把它抽上去 所以这个我们来讲的话 光水的循环里面 树它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们也都知道 它从叶部水分征扇出来的时候 那征扇出来的时候 它会在一棵树的上面形成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水分的一个气流 像亚马逊它整个树 那么多的树整个合起来 就是一个空中的河流 它的流其实呢 它整个就会带动了很多 甚至于到北美洲 它的降就是透过这些水分来的 所以想象一个画面 空中是有河流的耶 是 只是说那是水蒸气 对我们来讲是的 是 那这个画面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 现在要好好的来了解了 刚刚老师讲到了这个亚马逊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别人家的森林大火 大家会这么紧张 会说这是全球的环境事件部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二零二年那时候火烧亚马逊 看看有多严重 那时候火警次数高达三万多次 听说是这个当地球点 在二零二二年是创下十年来的新高 大家都知道亚马逊是世界之废嘛 对不对 好 问题是 观光四个月来的这个碳排 就高达二十二兆顿 我想我们都知道 树它其实是有固定碳的这个效益 那所以当它被燃烧的时候 它直接就把它身上所固定的碳 就释放回大气当中 这就是造成我们所谓的碳排放 所以我们主要净零排放 其实我们的依据就是 你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澈 可是对这种大型的森林火灾来讲 我们把它认为是说是自然的灾害 所以它是不算到我们国家清澈里面 但是对整个环境来讲 它还是增加了这个所谓的碳 也就是增加了所谓的温室气体 这样子的一个量 但是它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 它就是全世界我们人类 共同来承担 所以近年来大家都在讲 这个净零减碳的浪潮 那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企业界 就想说在询问 我要怎么种树 为什么大家这么积极 其实后来问了一下 十之八九的原因都是说 我想要取得碳权 而且现在大家也都在讲 还有一个专有名词要介绍给大家 叫做森林碳汇 到底什么叫森林碳汇 到底什么叫做碳权 要怎么样取得碳权 再请老师深入浅出了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是啦 我想我们都知道 植物它其实是靠光合作用 那光合作用 其实它有两个很大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说 它把光能转成化学能 也就是把二氧化碳加水 变成碳水化合物 释放出氧气 这个碳水化合物 跟老师在聊天的时候 老师问我一个问题说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树是绿的 对 我就说它不是叶绿树吗 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 背后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就是我们吸收 红光跟蓝光 树吸收叶绿树 吸收红光跟蓝光 所以它做光合作用 所以它是怎样 反射绿光 所以我们看起来 树叶是绿色的 OK 那这一个光合作用 形成了碳水化合物 事实上碳水化合物 是一种化学的能量 储存的方式 我们的树会长胖 长高 长胖 其实都是什么 累积了它的这个 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我们讲的碳 是固定在这里面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 树是能够吸存 储存碳的 储存在树干上面 那就形成了 我们讲的碳汇 这个就叫做碳汇 但是事实上的碳汇 它并不是只有活的树 这个树死下了 我们去把树木 伐采下来之后 我们做成桌子 盖成房子 这个它还是能够延长 它碳的一个固定的效果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个 一个是生物的碳循环 一个是工业的碳循环 OK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字 木字旁的字有多少字吗 一字七字 一千四百七十四个字 所以代表木材 木头 其实跟我们中华 跟我们的生活 有多大的关系性 那当然我们固定 这些碳量的时候 我们希望透过一个手续 这个手续 我们就叫做MRV 就是能够被量测 能够做成报告 能够被做验证 证明它确实存在 就可以拿到市场上 去做交易 这个就所谓 我们的碳权 就是变成一个 交易的一个商品 老师讲的好精彩 我们本来一讲到碳汇 碳权都不沙沙 这下子我们可都知道了 但是讲到种树的话 听说也有一个 减碳能力排行榜 也就是说有的树 固碳能力 吸碳能力是特别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 第一名说是相思树 第二名是光纳树 第三名说是台湾菊 第四名是校南跟张树 好 我们请代如来 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一般说树 有分成阔叶树跟真叶树 那阔叶树它的生长速度 是比较快 然后光合作用也比较强 所以它的吸碳效果 是比较好的 那阔叶树里面 刚刚提到的香丝树 光纳树和台湾菊 是它的吸碳效果最好 那再来真叶树的话 就是台湾肖南 然后秋山跟山树 是它的吸碳效果比较好的 那在如果以平均一公顷的 阔叶树林来看的话 它一年的吸碳量 可以达到2到30公噸 那我们每个人 一年所产生的碳足迹 大概是11.9公噸 那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有一公顷的 相思树林的话 我们可以吸取 一到两个人的 这个碳排放量 请教一下教授 这个减碳能力是怎么算出来 那我简单的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选树种 你觉得要 最主要是为了碳的议题来讲 有几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 一定它一定要长得快 对不对 长得快就是我们讲的体积大 一定要先有体积 再下来就是什么 再下来就是那个比重 就是密度要高 这个密度很低 那个碳量就不多 所以我们以相思树来讲 相思树它的比重 大概是0.87左右 你想一想 0.87已经算接近1了 所以大家如果拿相思树的 一个木头来讲 你会觉得它很重 对 对 而且它又长得快 所以它会变成排行榜第一名 原来人 大家了解意思 一般来讲 扩植树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龙膊 但是龙膊它比重也大 大概0.7上下 可是你想一想 龙膊长得很慢 对啊 对啊 所以如果你要种固碳的话 你不会想要去种 龙膊 不过讲到种树造林这件事情 我们要好好保护嘛 有时候也要去 他山之石稍微参考 研究一下 日本有一个做法 或许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那就是被列为 世界自然遗产 已经打30周年的 而且被称之为 海上阿尔卑斯的乌九岛 最近他们还推出了 30周年的纪念影片 乌九岛是位于 路尔岛南方60公里 北纬30度的岛屿 岛上有九州的第一高峰 也就是宫之浦月 在潮湿多雨多山的地理环境之下 您看到了这里 孕育出大面积的武林带 那么1993年12月份 就被登陆为世界自然遗产 而且大名鼎鼎 宫崎骏的魔法公主 就是以这里作为背景的 让乌九岛声名大噪 我们先带您去看看 清澈溪流 翠绿的原始森林 这里是日本乌九岛 也是动画大师 宫崎骏作品 魔法公主的舞台背景 乌九岛位在路尔岛南边 是全日本最早列入世界遗产的自然景观 也是全日本雨量最丰沛的地方 当地还有一句俗语来形容 乌九岛一个月会下35天的雨 它也被昵称为海上的阿尔卑斯山 最高海拔将近2000公尺 使得岛上有着多样化的生态环境 而岛上最出名的就是山木 乌九岛上的山木长得并不完整 这些其实是江湖时代的风貌 岛上原始风貌不只吸引宫崎骏 实力派演员天海又西 第一部大一幕作品也是在这取景 而乌九岛在各方机器维护下 也成为官方认可的零排放物岛示范岛屿 让乌九岛不只是热门的观光景点 也是国际上岛屿永续发展的优良范例 好 乌九山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我们帮您来介绍一下 因为树林得要超过1000年 才能够叫做乌九山 那么最具有代表性的叫做神文山 因为好像说是神文年代 那甚至有专家推测说 这个神文山的树林大约7200年 但其实在乌九岛上 还有很多可观的树木 而且都是很有名的树木 包括哪些呢 包括了有一个新型的树洞 说来这边会提升恋爱运 这是威尔逊树桩 那另外还有3000年树林的 就包括了有纪元山 或者是大王山等等 当然成为了世界遗产登当之后 马上就涌进了很多的观光客 那么听说一年可以来观光客 造访有几十万人 但是当地的居民却只有一万两千人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担心 原始的生态会遭到破坏 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个日本 他们做的保护的工作 那放在我们台湾 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很漂亮的森林 我们有哪些可以施法的地方呢 我想第一个 大家要慢慢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神木之所有的神木 它其实是有它非常非常独特的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台湾或是日本 其实台风是非常多的 台风来的时候 这些树它又不能跑去躲起来 所以只能站在那边硬撑 所以有的时候树就会倒 所以你至少要知道 这些神木能够千年被留下来 表示它是很努力地站在那个地方活着 然后再下来我们就谈到了 当然最好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干扰 它的栖息的环境 除了照相不要留下任何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 你最好避免近身的去接触它 为什么 因为它土壤 你要践踏 所以我们大部分在那种神木的周围 我们都会做一个隔离带 那我们台湾也有这样子的千年的树 大概我想以红块扁薄 还有各方面的 其实扩植树的话是比较难得的 有一棵大张树 它是在这个溪头和射 我们有个神木村 它是一个扩植树 它是个张树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树长久下来 它见证了整个气候的一个发展 也提供我们很多科学的 一些研究的一些证据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一直是呼吁大家 可以去远观 但不能够太靠近 你才能够感受它的雄伟 那么如果你是这个 宫崎骏的粉丝的话 可能会很想要去魔法森林里面 找这个牧林 超可爱 而且我在网路上会看到很多图片 大家会买那个牧林宝宝 跑去那边摆拍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据说这个牧林所在的地方 叫做白谷云水霞 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说不定可以去找寻一下牧林 但是除了屋九山之外 其实现在全球还有很多有趣的树 奇树 我们就来一一帮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 有没有最高的树呢 我们来看到这一棵 它说是世界最高的活树 115.92公尺 什么概念 40层楼高 很难想象 40层楼高的树 它是位于美国 然后它是海岸红山 刚刚屋九山也是山 是不是山特别厉害 不是不是 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真叶树 它应该都是属于山树的 大家知道这些树 很少单独一棵是这么高的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神木群 它其实它在有一个国家公园 它里面都是这么高的树 其实它的土壤的一些 地利的一个条件好的话 才会让它支撑 它长得非常的高 所以像平均来讲 就是200英尺 至少都平均都在60公尺以上 那我们台湾 我想最近有几个团队 他们在调查台湾山 那台湾山 我们在一般的原住民 是把它称为 撞到月亮的树 他们最近调查的最高 大概最高目前测量到 是79.1公尺的一棵树 看完最高的树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老的树 活最久的呢 有两种说法 有一个说是近期在智利 说有个智利博舍 超过5000年 很多人就说 这可不可以列入 今世世界纪录呢 但是也有人说是 瑞典的挪威云山 它超过了9550年 而且这个看起来瘦瘦的 为什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再请老师帮我们解惑一下 其实树木的年龄 真的很难去做鉴定 为什么 不是说有年轮吗 来做推算 可是现在他们有的更好的 就是用一些 碳14的一个定位 的一个方式来做鉴定 像我们讲的这一个 挪威云山 他们就去鉴定了 它事实上它不到五公尺高 可是它的地下部 根的部分 他们鉴定出来 就是有九千多岁 那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如果说到模样比较怪的 戴鲁就你所知 你觉得模样最怪 你会推哪一个 我想要推荐一下 这个茶壶猴面包树 它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 那它其实是猴面包树 是一种种类 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形状 所以它特别像茶壶 它就叫茶壶猴面包树 真的有像 对啊 像吧 然后就是世界名著小王子里面 其实有提到这棵树 就小王子有说 我们要把猴面包树的幼苗 移除这棵星球 不然我的星球会被破坏掉 其实猴面包树也因为小王子 而变得比较知名这样子 对 然后在那个萨内加尔鱼里面 它称为猴面包树叫做巴欧巴 那它的意思是千年之木 所以像这棵茶壶猴面包树 其实是有1200年的历史 对 然后你看它像茶壶 它在非洲这个很干旱的地区 它的储水量很高 它可以储水到大概 11.7万升的水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耐旱的植物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最奇怪了 老师告诉我们说 有的树会倒着长 我是说那有可能 怎么可能呢 我们来请教一下老师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 从网路上找到了 我自己也没有到过那现场 那我们当时在找这个资料 最主要是我们都知道 植物它有两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根是往下的 就是地上部是往上的 就是一个植物体 它其实是有两个另向生长的 一个是向上 一个是向地性 你不觉得很神奇 然后这个它刚好是有一个因缘 就是说它的根 刚好是在上面 刚好倒过来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 它的这个周围的这些枝条 它还是活的 还是绿绿的 其实是往上翘的 有点像上的这样子的趋性 所以这个我们最主要的是 在跟大家说明 植物它有几个特性 一个就是趋光性 你有阳光 它就会进来往那边长 那另外生长的时候 它也是一样 地上部就是往上 地下部就是往下 可是这个的话 它跟生长的环境 刚好形成这样 但是它还是很 不为艰难的 慢慢慢慢往上 如果其实我们生活 周遭真的看到 好多的树 对不对 可是我们好像习以为常 就没有办法 没有好好的去珍惜它 爱它们 那代理我们知道就是说 你当初好像就是因为 你家附近有一棵老树 被不当对待 到底什么样的情形 那么你很担心 那个树会消失 所以你开始投入 这个直觉的活动 对不对 而且你们还做了 台湾老树地图 伴随其实是 这个都市的成长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看到你们网站里面 有所谓的这个 老树地图里面 这一棵让我印象很深 就是市长官邸 一文沙楼的面包树 那么这棵树听说 故事很多对吗 是不是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先来介绍一下 市长官邸 一文沙楼好了 它其实位在徐州路 它以前就是市长官邸 那它建造是在1940年的时候 就是日治时代就建造 那时候被称为 台北周知事官社这样子 然后它是一个 合羊混搭式的建筑 那在那边 有历经七位市长 住在那里过 一直到陈水扁的时代 才开放给一般民众 去参观这样子 那日治时代建筑 有个蛮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们会种植 家树在他们的建筑体旁边这样 所以其实你在官邸一文沙楼的内部 就可以看到两棵很大的松树 会有家树是因为 他觉得这个家树可以照顾这个场域 这个房屋还有这里的人 再来就是说到市长官邸一文沙楼里面 有一位很特别的市长 就是张峰旭市长 他就是很喜欢动植物 然后所以他就是 他对台湾的自然环境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然后地景的研究 那他当时出版了第一本 就是研究这些自然地景的 叫做自然白景的一本书这样 对那他在担任内政部长时期 也推动国家公园的成立 所以台湾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肯定国家公园也是他推动的 我好像有一个印象 就是他那时候住在官邸的时候 在里面好像有一个植物园或动物园 是不是这样子 就里面有养很多动物 可能有猴子啊 孔雀啊什么都有 所以是一个很爱动植物的市长就对了 那讲到面包树 其实面包树对人类来说 是一个营养价值很高的一个树种 所以其实在很多世界各国的文化中 都有提到关于面包树的神话 像是在夏威夷 他们有个神话就是说 他们有个神叫做枯 那他为了要去 等于说帮助他的子民们 所以他就投身化身成为一棵面包树 然后去养他的子子孙孙长 那在台湾其实面包树也是 像是阿美族的树树 他们叫巴基鲁 那他也用面包果去烹调许多食物 那像达物树也是利用面包树去 做他们造船啊 还有比如说树皮布啊 或是绳索等等 所以面包树是跟台湾非常有缘的一棵树 对啊 当然老师的故事非常多 我们一时讲不完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而且等一下还要为您介绍一个很另类的行业 那就是攀树师 听说全台湾只有40个人有资格做这个工作呢 而且年薪上看百万 到底什么叫做攀树师 马上回来 这样子我们在爬的时候 我们的绳子就会可以在树木保护器里面活动 大手一挥抛出绳索 全副五双 在树下准备开始 双手双脚来回并用 快速地来到树木中央 离地约6公尺 固定好绳节点 再移动到目标物 拿出镰刀 两三下功夫 残枝树叶瞬间掉落 整体动作一气呵成 不仅到处摊爬 还得像泰山一样 树木之间来回摆盗 熟练手法以树为家 这是攀树师工作日常 攀树师这个名词源自于国外 近年来在台湾逐渐兴起 好 经过教官们的训练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树的 这个中间了 不要看这短短急功者路程 还真的蛮累人的 不过透过这样的机器辅助 真的能够感受到 攀树员的辛苦 还有他们工作的内容 简单几个步骤可累坏了一般人 主要的工作是以保养修护树木为主 无论是大树还是街边树木 都是他们的工作领域 必须得在树上 一直在工作 而且我们在树上修树 它是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工作环境 因为他只要一有失误或者是晃神 所以就会 你知道手上是拿了链锯 它是会一直带动的 所以不小心割到自己的绳索 它其实是一个重大伤害 雪恩涵30岁不到 就练得一生攀树好功夫 她是第一位取得攀树师证照的女性 她表示要考取证照 必须符合三项资格 第一是受过急救训练 第二是受过空中救援训练 第三则是必须有18个月 数目工作相关证明 达成之后才有资格 而且这项证照并不好考 目前的话全台湾40位攀树师 只有五位女生 然后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 第一个考到的女生 所以在准备笔试以及树科的方面 其实我们都是 花了同步的时间再去做练习 然后跟练习这个技术 只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是 因为我跟的老师 就是我的老板 就是他们是攀树师 他们已经有考过的经验了 树科因为有时间的限制 然后还要靠你的攀树技术 够不够熟练这样子 所以就会 再加上有体力的那个影响 所以我拥有很多的资源 然后他们给我很多的帮助 然后如果我没有考过了 那不是很对不起他们的概念 攀树师得经过学科跟树科考试 学科考知识 树科上场测试 必须在指定时间内 攀升到一定高度 完成各项动作台通关 今年8月一共有12人报考 仅仅只有1人通过 在2015年以来 台湾通过国际树艺协会考照的人 至今只仅仅有40位左右 只要先把绳子架在6到8公尺高左右 然后人就开始爬 爬到6到8公尺之后 最后再继续往上 最后大概要爬到15公尺左右 然后到15公尺左右 就是因为工作不是只有上跟下 所以我们到15公尺之后 还要做一个横向的移动 台湾第一位考取攀树师的翁恒彬表示 攀树师在美国行之多年 主要工作是安全执行树木工作 发展出了攀树技术 受限于部分环境 测量急剧无法进驻 为了保护树木又达到维护效果 装备清检机动性高 能达到树冠更沉角落 休闲估之 成了攀树师重要工作 攀树师它是一个算国际的征兆 台湾因为台湾就没有这样子的技术 也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在台湾里拿的是攀树师的征兆 其实可能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像我们如果拿这样的征兆 像我们在疫情之前 不是很多台湾人会去打工度假吗 现在应该慢慢的复苏 最喜欢的就是澳洲跟纽西兰 那像我们如果是有会攀树技术 然后又有攀树师这个证照 去澳洲打工度假 是可以直接去做这样的工作 攀树师待遇也不差 一次接案可以有8000左右行情 平均月薪可以达到5万以上 如果当月案量多 案员特殊 一个月甚至可以拼到10万以上 年薪百万 加上在喜欢的大自然工作 近年来吸引不少人前来询问 例如说假设他一天的薪水是8000 可是他可能连续修个10天就有8万块 可是连续修个10天就会累瘫了 所以一个月可以修 可以工作15天应该算是很厉害 因为他是一个很耗劳力的一个工作 而且专注力要很高 攀树师一神玄命 看似不错的黛玉 同样背负使命 持续用满满后茧的双手 守护树木之命 那么攀树师之外 其实还包括有树医师 或者是树医师等等 这三样都是很特殊的行业 对不对 那我们请教授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有关于树木 自古以来大家都有看到它了 可是事实上怎么样去专门照顾这一棵树 管理这一棵树 好像没有形成一个特地的行业 我记得大概是以前的林业试验所的前所长 黄玉兴 黄所长 他们就推动了这样子树医师 这样子的一个认证的机制 那也就是说 大家听到树医好像是搞艺术 那事实上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树木的管家 甚至于你种怎么去规划 怎么去照顾 这个就是树医师 那攀树师是什么 攀树师的话就是 就是第一个他就要爬树 那他其实也要具备有对树木的完整的概念 以前我们修树很简单 就是一个怪手上去 可是这个对树木的伤害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给他一些 特别的一些训练 让他可以去理解到 怎么样去修 对这个树是好的 当然他们就要上树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树 攀树师的保险费是很高的 因为还是有他的风险 还是有风险在 所以为什么人数也是相对少 这个真的要有经验的 那至于树医师的话 就是树木的医师 也就是树木得病了 包含病虫 包含很多很多的 这个就是树医师在做的 我们台湾的行道树 一定是越来越老的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对这些树木 来特别的照顾 所以最近才会有所谓的树医师 潘树师跟树医生等等的 这样子的行业能够出来的 不晓得您相不相信 大陆他们已经有另外一个新的行业出来的 叫做碳会评估的这个职业 碳会 专门评估碳会 就是树木碳会的这个评估的 也是变成一个新的行业出来 请教一下代如 你们的活动好像也曾经 请潘树师来上过课 对不对 当时他教了哪些东西 让他们学到什么 我们那时候是请一个叫做 巧木树医 然后他是有一个伪名 他来教我们关于行道树的知识 还有树木修剪的正确的知识 然后再带我们走出去 然后去看说 现在行道树其实有很多是不当修剪 然后他们现在生长出来的样态 其实不好的 有很多不当修剪的案例吗 像最近有一个案例 就是在这个看板上面 我们有看到 它是在台北市的一个餐厅 他们门口的树 就是下面的这个是他以前的样子 以前很茂密 很茂密的样子 那后来被修剪成 就是厂商修剪之后 变成就是上面光秃秃的样子 那我也去请教了潘树师 就是伟名还有树保委员 跟护树团体想要得知说 到底什么是所谓的正确的修剪数目 这样 那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合法性 一个是安全性 那在台湾其实各个地方去定义 就是合法修剪的量都不太一样 那在台北市的规定来说 就是总支业量的25% 就是四分之一是一个合法的修剪 但是它是就一个算是公有地而言 那私有地其实就没有办法去管它 但是你要怎么知道像这个地方 它到底是公有地还是私有地 那你就可以就是打1999市民专线 或是单一成型系统 那就安全性上来说好了 比如说在修剪数目 它有适当的时机 比如在树在萌芽和落叶的时候 其实是不适合修剪的 因为那时候的树 它在进行自身的一个能量调配 现在很多这种大型的 就是很像断头树 它会产生很大的截面 然后会造成树的伤害之外 它本来的这些页面的部分 是吸收养分的来源的部分 也没有办法去补充树的来源 那我们会看到 有时候会有一些细细的枝芽 上面很多小的页面 那个是不定芽 那它是有点像紧急处理系统 它并不是这个树复活了 然后它是一个它的紧急处理系统 但这些枝芽并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稳固的结构 老师这种不当修剪的问题很多吗 其实礼券不嫌 最主要有的时候就是经费问题 如果它经费不够不足 你想一想 你三年礼一次法你会做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礼光头 对吧 所以你经费不足 那你相对的你就希望一次就能够理得比较多一点 所以就会造成那样子的现象 那代理我们知道你们五年办了世界的直觉 对不对 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你们还做了那个老树地图 那么刚刚讲到老树地图当中 其实有一个还蛮明显的案例 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一下 就是这一棵树 它本来是在杭州南路上的老榕树 但是后来呢 它现在的位置却是在华山 它搬家了 其实要搬家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树的搬家 而且甚至费时超过一年 耗资上千万嘛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历程 也请您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是编号1900的受保护树木 它在2018年 它被不当修剪的时候 然后就被居民发现 那居民就希望可以争取这棵树 可以原地保留 后来是争取到说 它从本来要移植到自来水园区 就是比较圆的这个位置 然后可以改成移到华山草原 建商也愿意就是 投入比较多的成本 去邀请好的移植团队 做一个全树冠的移植 在2019年开始要做树木移植之前 才发现说 其实这棵树其实已经有核根病了 那核根病也就是树木 有点像树木的癌症 那讨论之后 他们希望说 可以先把这些有核根病的根去除掉 然后靠着这棵榕树它的气根 就移植后去有气根 然后让这棵树再好好的生长 那因为这棵树很大 它在移植的时候 其实被放在板车上 其实是占满那个杭州南路的四线道 它的宽度跟四线道是一样的 所以在很长的这个移动过程 其实距离是很短 只有一公里 就你走路过去大概 走路是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他们花了大概五六个小时 那这棵树比较特别 就是这个移植过程 整个也是比较特别的是说 现在都有很多 开发跟保存之间的拉扯吧 有没有一个新的可能性 至少说让这个树木的移植 可以有一个好的方式 然后可以让提高它的生存率 这样子 的确非常的重要 好 稍待回来我们要继续来介绍的就是 台湾真的有减碳尖兵 那是什么呢 红树林 听说吸碳的能力 是等同于三千座大安森林公园 那么此外 如果你想要在家里头石花种树的话 等一下戴如帮我们来示范一下 厚土种植法 马上回来 趁着退潮时间 红树林的招潮蟹 一只只爬出洞穴 舒展筋骨 它们在富含细菌和藻类有机质的泥潭地里 吞吐泥团 大块朵移 同时吸引水鸟前来栖息秘食 台湾从南到北 红树林面积共681公顷 除了维系生物多样性 可防风保护海岸外 它还是地球自行减碳的超级好帮手 穿着密不透风的青蛙装 测量采样的工具大包小包 这群热血的研究人员熟门熟路 穿梭在蛙子尾自然保留区 寻找减碳密码 研究员驱腿弯腰 忙着找凤砖 但脚一踩便容易陷落沼泽地 让人寸步难行 在这里吗 在这里 经过一番折腾 终于找到两侧点 这座七年多前打下的地桩 深度九公尺触及盐盘 不会随着地形逐年下陷 确保数值准确度 我们要把它调整成一个固定的水平面 那这样子的话再利用搭配玻璃纤维棒下去 然后测量那个表土的高度 那第一次测量的话就是有一个基准值的高度 那我们可能接下来是一季或者半年的时间 再来测第二次 土壤表面高层侦测仪仿佛亮衣架 研究人员不厌其烦 一只一只把玻璃纤维棒靠近地表后锁紧 接着占量高度 二四三点九 四三点八 就是我们知道表面成绩物的累积的高度 然后我们要用去算有机碳的盘量 然后再去就是可以知道它累积多少的有机碳 国内红树林研究权威 中西大学教授林姓柱解释 由于红树林的根莖枝叶会进行光合作用 吸收二氧化碳 变成枯枝落叶腐烂沉积后 就能将碳封存地底 掉到低土之后 它当然有一部分会分解掉 可是会剩下一部分会累积下来 存在低土 那低土它是缺氧的 因为它的有机物很多 然后它又有水分 那水分就会阻隔它跟空气接触的机会 所以它的分解数率就会很慢 所以它可以存的时间就很久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红树林碳会 瞄准红树林发展蓝碳潜力 国家海洋研究院将与学术界联手 在全台沿海湿地广设监测系统 不过灵性柱坦言 红树林需要积极管理 才能发挥固碳功能 例如每平方公尺 最好以种植三颗水鼻子为限 密度不能太高 另外要避免水质污染 寻觅合适的地点富裕 才能提升减碳成效 好 就如同刚刚我们在报道当中 所看到的对抗气候变迁种树 的确是减碳的好方法之一 那么有没有最新的发展呢 有 美国有一家 他们这个新创升级公司 就说他们有基因改造树 方式就是用基因编辑的方式 来加速这植物的这个光合作用 所以他们的树种是白羊树跟松树 而且成效说是五个月 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三的生物值 补碳量可以增加百分之二十七 而且计划整个二零二三年 要种四百万棵的树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我们要请教授来评论一下 像这样子让树能够很快速的 长高长大这样的方法是好的吗 我想我们人类都很希望 能够去做一些改变自然的事情 其实自古以来 我们在森林的经营上面 我们其实透过很多的方式 在筛选优良的品气来做栽种 大家知道我们树长得好 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先天 一个是后天的 那先天的就是我们谈到的 基因的这一个部分 如果你可以把它改良 那当然是更好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选白羊树或是选松树 基本上这些树对我们来讲 属于阳性的树种 所谓阳性跟阴性的树种 就是阳性的树种 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崩塌裸落地 我们叫先锋植物 第一个会进来的就是像这些树种 所以松树它就很快的下种 它就会开始长 它在很恶劣的环境之下 它会长 我个人是觉得 最好是少量的先适种 那等到你真的很多的性质稳定的时候 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营种失败的一个例子 就是银河欢 其实我们在民国七十年代 我们当时就是想要营种 就是因为银河欢在很多的国家 它是一个很好的树生的植物 而且它要去做纸浆 做很多这种用途 很有多的用途 可是在我们台湾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管制没有好 它就到处散播出去 所以我个人是一直是觉得 做这些事情 我们真的是要戒慎恐惧 能面对大自然 我们是很渺小的 比如说它现在长得很快 会不会长了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它衰老得更快 其实真的不能够压苗助长 同时也不要觉得说 人类什么都能够做 要谦卑 那么因此一步一脚印来种树 种这些植物 其实好像是比较可行的方法 比如说代儒 今天就帮我们要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在家里 想要种一点小植物什么的 我们现在大家都讲了 讲求这个节能减碳 讲求环保的生活 我们有一些厨余 有一些落叶也不要浪费 对不对 就是很好的肥料 但是在家里要怎么处理呢 代儒来告诉我们 这个叫做厚土种植法 然后我觉得现在是还蛮适合 尤其疫情过后 其实我自己还有身边一些朋友 大家都会做阳台种菜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去年 在蒲门学习到的一个方式 那蒲门是一个生态 生态设计的系统这样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厚土种植 它是指层层叠叠叠的意思 不要去翻土破坏土壤 是用模仿就是森林落叶的堆叠 在最下层你可以其实是可以铺一些碎石 让石头去防止土壤的流失 也可以增加排水 然后再来就是放生厨余 像这个生厨余 其实就是我自己平常 像我刚刚吃的香蕉 果皮啊 然后或是菜渣 那这个厨余要不要做什么特别的处理 其实不太需要 但我会把它减碎 然后或是你可以选用不同的 就是比较累积不一样的菜色 营养比较均衡 对 营养比较均衡这样子 然后去把它拌入 像我之前是有去素食餐厅直接跟它要 它超开心的 就直接两袋说都给你 你在家里头都会制造一些厨余 对对对 也不要把它浪费了 对啊 那就先加进去 然后就是一层厨余 然后再一层土 对对对 稍微把它盖住 之后呢 我们会放上这个纸板 那纸板的话就是 平常叫盒子啊纸盒都会有这种纸板 那你可以先把它弄成比较小片 那注意的是说 通常有时候纸板会有一些 油墨的印刷啦 那个要把它弄掉这样子 它其实是有毒的 那这个覆盖的原因是因为 在下面做分解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温度的提升 提高啦 那你上面到时候跟往下长的时候 怕被影响到 好 所以纸板上面再覆盖一层土 对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落叶 对 那还是要留一些土 就是之后种植下去之后 还要旁边缘还要补 落叶也就放上去 或是你如果有干稻草啊 什么之类的这个覆盖屋 这是我今天在我家 我住山上其实 所以我一出来就很多落叶 对 对 还蛮漂亮 其实就是枫叶 对 很美 枫叶的落叶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把菜苗种进去 种植的时候要注意 就是菜跟菜之间的距离 像这样子 现在其实大概种一颗差不多 所以我就先种一颗 OK 对 然后就挖一个 在挖洞之前呢要先 比如说因为刚刚有放纸板嘛 所以你要拿剪刀去戳出一个洞 穿过那个纸板 它到时候往下长的时候才 所以那个菜苗就可以把它埋进去了 对 埋进去之后 再拿土把它边边再 再把它整个盖住 对 这样子这个菜苗就会长大 长大之后大家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顿 家肴 对 可以在家自己做生菜沙拉 或什么之类的 是 对 非常谢谢戴如给我们的示范 的确大家这个 做而言不如其而行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进行 这个环保的生活方式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 同时也谢谢您的加入 稍待回来我们继续提款点 希望您跟我一样享受今天这一趟 美好的树的旅行 今天非常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庄开文 我在提款点 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 你好 我是庄开文 欢迎收看提款点 地球第六次的物种大灭绝 正在上演当中吗 美国国家科学院刊研究就发现了 现有超过500种陆域野生动物 瀕临灭绝 可能在20年内消失 是过去一整个世纪灭绝的物种数 而且全球7万1000多种的野生动物 有48%的种群数量正在减少 科学家表示这样的灭绝速度 是6000万年以来最快的一次 正在消失的动物当中 居然也包括了澳洲国宝五尾熊吗 专家表示 那么气候变迁再加上人为的破坏 五尾熊恐怕会在2050年消失 而已经消失的动物又要如何重生呢 这个关键有没有可能就在动物的标本当中 先前大猫熊团团过世之后 要不要做成标本曾经引发了争计 但其实标本在动物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功用 除了作为学术研究的材料之外 也有丰富的教育用途 甚至还有科学家从标本当中获取基因来复活动物呢 但是动物标本的制作过程却是十分的困难 而且得要跟时间来赛跑 今天我们就邀请专业的动物标本师 来解密动物标本制作的秘辛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团团栩栩如生的标本 如何继续诉说它的生命故事 这张就是将跟大家见面的团团标本 最爱的竹子 试东西的模样眼神细节栩栩如生 都是标本师考究团团的模样 花了十个月完成 台北动物园的人气王大猫熊团团 去年11月19号因病逝世 一周年的这天 远方跟猫熊迷一起纪念它 我们今天有准备了一些留言板 希望说民动们如果想要对团团 或是对猫熊他们有什么样 想说的话可以留下来 家长也带着小朋友来参与 慢慢画出心中猫熊的模样 写下想对团团的话 再挂上纪念墙 原番还播放回顾影片 帮大小朋友回忆团团一家人 带给我们的欢笑 以及整点有四个场次教育驻载 提供更多生态生物学 以及保育故事 也透过动物生命历程 告一段落之后 再想办法持续延续 我们也找了台湾首期一职的 帮我们去做了 非常非常大家一眼就可以 看出来团团的标本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用最完美的方式呈现 所以我们现在在规划一个 冰围故事馆 团团去年离世之后 原房启动保存计划 顺利留住皮毛骨骼冷冻金子 以及纤维母细胞等样本 动物园只有协会 还出资350万制作标本 这位委托层体大象林望爷爷 剝制标本的标本剝制师林文龙 为团团整体造型雕塑翻模 将在园内教育中心设置 预计放在冰围物种 故事生态展示区 最快儿童节前就会开放 团团的标本几乎完美的复刻了 他生前的可爱又讨喜的模样 我们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其实本尊还有团团的标本 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但是在标本制作过程当中 到底有多么的复杂 还有制作标本 常常有人会怀疑说 这样子是不是有一点不尊重死者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到底制作标本有哪些的意义跟功用 马上来请教两位老师 第一位要介绍是台北市立动物园 保育研究中心执行长曹仙授 曹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曹博士同时也是 世界动物园记忆水族馆协会理事 好 我们再来要介绍的是 动物标本师黄文杰 黄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看到了黄文杰老师 今天帮我们带来一只兔子 跟一只狐狸 真的是栩栩如生 我们等一下来详细介绍 博士请教的就是曹博士 产传的标本即将要公开亮相 但其实从他过世之后 就一直都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很多人会在网站上留言 就说不是应该让团团入土为安吗 因为这么多年下来 大家对他也有感情了 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标本 有的人会觉得说 现在不是3D很厉害 3D图像就可以还原他生前的样子 为什么一定要制作成标本 那么动物园最终还是采取 做成标本的一个模式 那为什么 我想在动物园的立场 我们各方的声音都要聆听 但是也必须要依据我们自己的专业 或者科学 或者大家执行过的方式 去做一个最好的判断 大陆以外的地区 事实上猫熊的个体数量 仍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等到团团有得到脑瘤 甚至我们用各种方式 想要救他的生命 没有办法成功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去思考说 团团对于我们在大陆以外的地区 或者不管是博物馆界 动物园 水族馆界 到底能够有怎样的帮助跟贡献 那在治疗团团一家 团团园员一家的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累积了非常多 不管是兽医 人医 各种方面很世界级的经验 但是对这个标本来讲 就是说的确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 有很多的粉丝会觉得说 现在不是3D动画 你就可以把它复刻出来 像邓丽君可以陪着我们一起唱歌 可是大家或许也要理解 现代的科技里面 即使是3D动画或者这个animation 它是需要很多参数的 那我们可能连它的身形 到底尺寸是如何 或者是每一个平方公分的 毛髮是多长 毛髮上面有什么样的鳞片 太多太多细节 我们如果不把标本保留下来 我们是完全不可能事后 去重新回去研究或者会知道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世界的各个地方的 自然史博物馆 花了非常多的力气 去保留动物的 包括尤其乙步动物来讲 可能是它的骨骼 它的皮毛 必须要保留下来 我们事实上就我的印记中 我们在台湾也有新的物种的发现 它比对的过程是靠 我们台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里面 很久以前保留下来的一个样本 去做食物的一个比对 所以也就是说在科学的发现上 必须要保留样本 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国际上的责任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当然这个样本 标本 已经不限于大家所想像的骨骼皮毛 甚至能够做出来的一个 形态立志标本 我们台北动物园 跟很多国际的单位合作 像是美国的圣地牙哥的动物园 或者是美国 Semisonian National Zoo等等 我们最近期的甚至包括 它的活体细胞的保存 所以我们有团团的冷冻精液 甚至它的活体细胞 我们都尽可能保留下来 那为什么 因为毕竟它们是冰为物种 而且这只个体 我们不知道后续 万一有需要的时候 这些素材如果已经被妥善的保留 我们可以做的研究 或者是能够做 对于保育的贡献度会更高 所以它还是在动物研究上 有它深层的意义 不过听说团团的标本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是要跟时间赛跑的 那么才能够保存下 这个团团最原始的一个模样 最完整的一个样态 一般来讲 所谓的黄金时间到底有多长 还有我们知道 就是说听说 我们歌仔系国宝杨丽花小姐 她的先生 也就是已经过世红纹洞先生 她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她所创办的动物园 只有协会也在这一次 保存这个标本的过程当中 尽了很大的心力是吗 是 确实就像主持人所提的 当动物过世以后 事实上所有的组织 它是可能是以不同的速度 但是都是朝向 毁坏的方向前进 所以我们能够做决定的时间 也相对被压缩的非常非常短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第一时间是先 把这个大体能够冰存 冷藏 可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台北动物园 我们也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 共同来开会讨论 就是像刚刚前面所说的 到底保不保留有什么样的价值 最终的决策是决定要保留下来 在这个决定的过程以外 即使我们说我们希望能保留 可是不是嘴巴说 你就会能够有各方该有的资源 所以这时候最重要是说 那谁来出钱 我们作为政府单位不可能天上突然掉一笔钱下来 那宏文栋先生事实上在他在世的时候 他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非常努力 他就希望台湾民众能够有机会看到 可爱的大貓熊 70岁的时候就让团团圆圆来到台北 所以当然这个协会一直也是 with their heart 他就觉得说当团团过的时候 如果有任何需要 他们也是挺身而出 所以这一笔经费确实是动物园只有协会 鼎力相助 是 所以大家才会称 宏文栋先生是台湾猫熊之父 可以这样说 是 好 当然除了团团标本之外 如果有去过动物园的观众朋友 一定也会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大象凌望的一个标本 听说当初也是有一位名人 鼎力相助对不对 那就是颜凯太先生 不过我们知道说要制作这个大象凌望的标本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光橡皮有多重呢 三四百公斤 那么要怎么制作完成 我们等一下还来详细聊 黄言杰老师也是非常有名的老师 今天就帮我们带来了狐狸跟兔子 都是您手工制作完成的 是不是帮我们先介绍一下 大概各自花了多少的时间 然后才能够制作完成 花多少时间 其实是看自己 你到最主要 我们先是取他的毛皮 你处理完之后就先冰存 那主要的工程都是在做里面的甲体 你甲体做好还要搭配它的姿势 所以这样前前后后 也是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一直调 调到你满意为止 最后里面的模型甲体做好了 皮再穿上去 那之后就很快的 可能就只 可能一两个晚上就结束了 好 其实我刚刚凑近看 发觉连那个胡须一根一根都非常非常的栩栩无声 但是好像那个眼睛跟牙齿的部分 是就得另外开膜是不是 眼睛是 对 眼睛牙齿都是用假的 牙齿就是直接 它原本取下来 毛皮取下来之后 它的嘴巴直接用矽胶开膜 然后再用環氧素质灌膜 眼睛会直接跟国外定 这还是有学问的对不对 曹博士 对 像这个如果事先没有做很好的观察记录 你可能连那个色泽的调配都会整个大歪楼 所以形态标本的制作是有很多细节跟专业的部分 要制作的 而且听说要抢时间对不对 尤其是毛皮下来 我们知道说动物死亡之后 就是动物都有一个腐败的一个过程 所以是不是要跟时间来赛跑 夏天的话 夏天 因为它细菌的生长速度 是跟温度指数型相关的 你如果是冬天的话 小动物的话 冬天15度以下 你可以拖很久 可能放个一天 一天多都还好 薄皮都还好 夏天的话30度的温度 大概四五个小时就很危险 是 而且制作的流程 其实是非常的繁复的 那么老师帮我们整理了这么一张 也提供了照片 第一个就是大体剥皮要取下来 然后皮下组织要去除 再来要腌皮 要用盐 是不是 用盐巴 然后浸泡草酸 然后中和 揉制 甲体制作到缝皮 这整个过程是丝毫不能够马骨的 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居然要用盐来腌 它能让一些 组织里的胶原蛋白溶出来 然后之后在回软的时候 皮纤维比较容易松开来 它比较有利后续的化学反应 其实这个毛皮在经过这个处理之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揉制对不对 这个揉制其实我们平常 像我们女生有一些皮件 皮包 皮鞋 所以我们对揉制这个名词 还是有一点概念的 但是没有想到在做这个动物标本的时候 也需要揉制吗 要 现在一定要 第一个是皮可以防腐 像以前的话 最早最早可能一两百年前 开始做标本的时候 皮是不揉制的 直接抹皮霜或亚皮霜的东西去防腐 然后皮就缝起来了 但是其实皮只是有毒 让细菌没办法生长 但是它还是会收缩 因为皮都是胶原蛋白 它干了以后会缩得很厉害 然后整个形态都会变形 揉制的话是最简单来说 就是处理之后 它的收缩率变小了 然后它能够拉 皮可以拉松 然后之后也不会有毒了 当然你揉制你不要去吃它 但你揉制完之后 它的皮你摸它怎么样 它都不会有毒性 大概是这样 你如果用甲体做的话 你皮一定要揉制 你身皮穿上去 纵使你某一些剧毒的防腐剂 它还是会缩得很厉害 这些眼睛跟嘴唇都没办法固定 它会缩掉 曹老师 其实您在学生时期 听说也有学过对不对 好像有人就会 如果做个不好的话 就会变成一只很胖很胖的 超级不像的兔子是这样子吗 这个标本就像黄老师讲的 你如果说没有事先的一些资讯 你只是要交作业 确实就有可能 要嘛就是身体形状 就是拼命塞 拼命塞 塞好塞满 最后做出来 你明明是一只鸽子 做起来像一只鸡 所以那整个形就歪掉了 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 刚刚讲跟时间赛跑 就是你想 哺乳动物有非常多的毛发 可是鸟类它也是羽毛 所以如果一开始这个毛囊跟皮 开始腐坏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脱掉了 所以你变成做起来是一个 坑坑巴巴的赖粒头都有可 那在这个部分你在等于说 在把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 把它去掉的时候 又不能太过分 你砍也可能会砍坏东西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又要抢时间 又要有耐性 还要很细心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实际的制作 刚刚讲了很多很多 可是我们就眼见为凭 来看看整个制作的过程 到底有多么的繁复 这是黄老师跟YouTuber 也是来过我们节目的昆虫 吴庆杰做合作对不对 拍摄了一支影片 告诉我们说 如果想要制作一个 孟加拉虎的标本 这个过程有多繁复呢 请看影片 首先要来制作甲体 甲体就是要撑起这副 老虎毛皮的甲肉身 等一下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 那个甲体 其实也是多么需要技术的一件事 最理想的状态是 冬死掉我们在现场 我们直接测量 皮不必要你剥 你可以工人去剥 但是你可以测量 它原本的身体的 各部分尺寸跟大小 但是这种国外来的皮 我们没有任何尺寸 就变得比较累了 你就要去拆 大师说他都先做头部 因为脸是灵魂啊 也最需要技术 用黏土雕塑出脸部无关 眼距 鼻宽 稳长 额头高度 每一种动物 都有自己独特的样子 每一只个体也都不同 比例只要有一点点不对 就抓不到动物的神韵了 不信你可以在网路搜寻观摩一下 真的很难啊 所以还要套上脸部的皮 反复修改雕琢 然后用玻璃树脂开模 灌发泡击后完成头部夹体 接下来做身体 照着真正老骨的骨架搭出骨架 然后用保丽龙做出躯干 带上黏土雕塑 厉害的标本师除了要有能力 拿到皮就大致判断出身体的大小 比例 还要熟悉动物的解剖学 肌肉的位置 纹理都要雕塑出来 这鞋帮肌啊 骨骼凸起的地方先划出位置 揉出适当粗细的黏土黏上 弧度也很重要哦 抹瓶 修饰 还有肌肉上的血管走向 连可能从表皮浮起被看见的血管 都要做出来 标本师必须具备科学家的知识和精准 艺术家的眼光和功力 接着要开模 首先涂上一层矽胶隔离剂 再涂上一层玻璃树脂 然后铺上玻璃纤维 重复两次 干燥硬化后拆下来就是模子 准备罐发泡剂 这是硬式发泡剂 使用时把空气打进去 好像在做蛋糕啊 时间要抓得非常精准哦 一变色就要马上灌进模子里 破了破了 错过时机就会失败 感觉好刺激啊 接着摇一摇 让发泡剂均匀充满模子 看发泡剂发起来的样子 真的好像在做鸡蛋糕 10分钟后发泡剂就干燥成型 可以拆掉模子了 组合起来就是一只轻巧又精准的 孟加拉虎肉身夹梯 真的好像大狗狗啊 这只老虎先前有放在新竹市立动物园 台湾昆虫馆的新竹馆里面对不对 刚刚看到整个制作的过程 就会觉得 标本师根本就是一个雕塑家 只是雕塑家可以自由创作 但是标本师并不能对不对 是不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听说您觉得 那个猫科动物是最难做的 猫科动物的话 因为它身体是很柔软的 所以你皮剥下来它不像鹿 牛 它的皮比较死 所以你猫科动物的话 你完全听那张皮会做得走样 尤其是你如果是来的时候只有一张皮 我没有它身体尺寸依据的时候 那你就要很有经验了 你要去还原它的话 你对它的结构要很了解 你量皮的尺寸 你怎么量也量不准 就是用猜测 然后试套这样子反反复复 还有就是它的脸的表情变化 还有吃吃好以差值千里 譬如说一只鹿 我的眼睛尖续跟鼻子 它原本就是长脸的动物 我插个0.5公分 你也感觉不出来 那猫的话它是比较短的 你插一点它就整个眼神 或者神韵都不对了 您今天也帮我们带了这张照片 这是台湾云报对不对 像这个的脸 就把它失真的 它的失真是因为它早期的做法 它皮没有柔制 然后用填充法也不是用甲体做的 所以它很自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要我用这种做法 我也是成品也是这样子 因为没有办法 它的做法就 所以是做法的关系 对 做法限制它的表现 所以填充法是早期的 对 最早期 是 讲到这个的话 我们就来看看 以前最早的一个动物标本 其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在沈阳故宫 就有一个熊的标本 这个就是用填充法对不对 可是它就整个趴在那边 听说这只熊 可以远溯到皇太极 努尔哈赤 而且那时候有很多的传说 其中一个传说就是说 因为黑熊救主 然后后来就是被做成标本 而且还封为正殿猴 人家他是很有官职的 但是像以前早期的话 就是用填充的方式 所以你看站也站不起来 就只好趴在那边 而且还看不出来 是什么样的大黑熊 就会失真 另外我们再来看 除了刚刚所谓的填充法 跟着时代的眼镜 后来有所谓的捆扎夹体法 跟开膜夹体 我们刚刚一直讲到 这个专有名词叫夹体 那这些做法 到底哪一种最能够还原 这个原来动物 栩栩如生的姿态呢 那当然是现在用 完全开膜 筑膜的夹体是最精准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影片里面 其实你就是用这种方式 因为最原始当然是填充 你是迁就那张皮 那现在改用夹体的话 就是你皮要迁就你的夹体 所以会更精准 那刚刚的 之前捆扎的部分 就是一个眼睛的过程 它是先搭骨架 然后一些稻草纤维之类 慕斯去捆扎成一个夹体皮 再穿上去 那都后来更精确的话 就是黏土雕膜 开膜再灌膜 那你连肌肉的纹理 跟血管都能做 所以就当然就会更 大概最好方法 也就是这样子 也很难再进进步 再更进阶了 是 但是您刚刚有提到说 制作最困难的 你说其实大象更困难 对不对 体量大 你也做过大象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所以对我来说最困难 那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老虎 熊的大小都还好 再大就很吃力了 你就变成 我自己一个人进行 可能皮就要切好几块 然后分开做好再组装 它其实还是 是先刁膜 只是是用保育龙刁膜 就不太可能用黏土了 因为我一个人进行的话 那就是体量太大 把这种刁膜 一样开膜 再灌膜 只是说我可能把头部 身体左右各半分开 耳朵也分开 然后之后 每个部分的甲体都注膜好了 然后皮穿上去之后再组装这样 组装的时候还要把它缝合是不是 对 缝合 那这个缝合是像用那种手术的那种缝合 没有 你看动物大小 你像大象那种大型的动物的话 针针就这么长了 然后也蛮粗的 然后缝线要用工旋 就射箭的工旋用的线 它才不会断 是 但动物园在制作的时候 是不是相对来讲资源就比较丰富一点吗 还是说一样 就是你当初在委托林文龙老师制作 那个大象灵光标本的时候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它其实那个真的很可怕 也有很多的资料显示 我们刚刚讲光是皮就三四百公斤了 所以你说不分开 切片分开 再重新组装还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不对 而且大象灵光爷爷 也是很多台北人 这个共同的记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在办公室 我们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 有问了一些年轻的同事 不知道谁是灵光 我就回去问儿子 儿子也不知道 其实是会有断层 但是因为有标本留下来了 它站在那边 所以也许再去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可以告诉小孩说 这是我小时候 最喜欢的动物明星叫做灵光 所以它其实 还是有一种串联记忆的一个功能了 但是也因为大象灵光的标本制作 当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 大象有这个绝种的危机 对不对 我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象灵光标本 当时制作有哪些非常重大的工程 除了刚刚讲到的 玉龙的颜凯泰前董事长 很帮忙的提供资金之外 我们其实启动了 非常多的志工帮忙 就是第一时间 你要能够把皮取下来 同时运用动物园里面 找一个最大的空间 它要用盐去腌制 光是岩据说就用掉两万公斤 因为要反反复复不断的脱水 大象的皮跟刚刚讲的一般的 貓科动物或者是鹿科动物 又不太一样 因为它非常的厚 所以你怎么样把它 该清理的部分清理掉 面积又那么的大 重量也很重 所以这个过程包括要脱水等等 至少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另外一个部分是 这么大的体型的动物 怎么样去还原它的神韵 当时根本连 你大象也不可能乖乖站在那里 让我们去量它的胸围 腰围 臀围或者伸长等等 所以只能在过世以后量固定 比如说头部的一些参数 一些数据 另外就把所有过去的照片 幸好凌望爷爷的照片非常多 用照片再去对比 去想象那个尺寸该是什么 这样的过程之后还有一关 就是说邀请曾经照顾过凌望爷爷 大象的保育员或者区馆长们 大家来看那个尺寸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甲体的塑膜 看起来是不是像那个样子 同时也有各种姿势 还要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凌望 对 你一看就是记忆中的凌望 凌望事实上它是全世界 最有历史意涵的一只大象 他是参与过二次世界大战 被孙力仁将军在打仗 打赢了之后的战利品 可是一路你想从大陆来到台湾 他是朔国谨存的存活者 所以包括凌望甚至之后 我们最近期的就是猫熊 大猫熊团团 我们也是现场同仁 能够就他们记忆当中 团团最一看到就能想到团团 辨识团团的样貌 来还原这个所谓的形态标本 是 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高纲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制作这些标本 很希望就是能够换起大家的保育意识 保育线有的物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但是如果这个物种已经消失了 又该怎么办呢 标本其实也可以提供帮忙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技术是说 我从标本当中可以提出DNA 然后把动物为之复活 听起来很像那个 杜罗纪公园对不对 好 稍后回来马上告诉您这段故事 请别走开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就来看到在澳洲已经绝种的动物叫做带狼 现在透过标本很有可能马上就要重返世界了吗 先看报道 这一只名叫班杰鸣的动物是全球最后一只带狼 俗名塔斯马尼亚虎 只因为身上斑纹似虎 失业形性肉食有带动物 1936年因为管理员疏忽 未调节日液温差 班杰鸣意外死在动物园里 带狼就此绝种至今85年 但现在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当年曾遍布澳洲大陆的带狼 因为人类猎杀而绝种 现有技术无法复育 但能提取RNA就有希望 瑞典研究团队在澳洲国务馆中 向重一致132年前的带狼标本 纸巾干燥没有过多化学处理 研究人员成功突破技术瓶颈 分离出带狼皮肤和骨骼 肌肉组织的RNA 如果您能够取得RNA 从检测的检测试物 在检测的检测试物 和在那里有100岁的检测试物 那您能够在未来的研究 波拉等难缠疫症 都由RNA病毒传播 未来研究不同物种间病毒传播 或病毒变异历史研究 由此技术都大有可为 好我们报道当中所看到的带狼 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他又叫做塔斯玛尼亚虎 为什么叫做虎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背上 对不对有斑纹很像虎 但他不是真正的虎 七夕地就在澳洲 七十年代大约400万年前就有 但是很不幸的1936年9月开始 正式宣告绝种了 体因是因为人类的猎杀 为什么需要把它灭绝呢 我们来请曹博士告诉我们 然后现在从标本来富裕 这个带狼是不是真的可行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标本当中 体育验出DNA 这感觉很像从琥珀里头 富裕那个恐龙一样 是 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 我们在过去的100年到150年中间 有非常多的野生动植物 正面临快速的灭绝 像带狼是1936年 更早之前当然还有兜兜鸟 所以这都是跟我们历史上 比较靠近的时间点 在人类眼前消失的物种 当然我们的科技也是与时俱进 所以现在我们还可以把 破碎的DNA片段把它重组 因此像带狼确实就在澳洲的 动物园所保留下来这个标本 透过专家学者的帮忙 技术面上破碎的片段要去做 当然复杂度比较高 因为你要去补很多的坑 就像我们目前 世界动物园跟水族馆协会 跟我们的IUCN 自然生态保育联盟 有共同在推一个 不要让物种继续快速登上红皮书 因为就变成冰维物种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计划 叫做reverse the red 同时IUCN在去年也特别同意 新设了一个专家群是叫做 Animal Biobanking for Conservation Specialist Group 也就是说透过冷冻细胞保存 这种保存的技术 能够保存完整的活体细胞 包括大家可以想像精子 卵子 瘦精卵甚至是干细胞 Fiber Blaster等等 能够在未来 假如真的野外灭绝了 我们有没有机会再把它找 亲近的物种让它复刻出来 带狼的部分大概也是一样 它可能找到最亲近的物种 演化上可能是目前还有 现身个体的带欢 就是叫做Tasmania Devil Tasmania Tiger当然是最顶级的 这种掠食者 大家晓得你位子越高 面对的风险 冰围的几率也高 因为你的生活要求可能更复杂 更精致 只要有稍微有变化 它们优先会不见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 靠着专家学者的努力 我们目前保留下来的标本 当然希望对我们的野生动物 或者植物的保育 能够做出贡献 是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除了我刚刚讲到的带狼之外 老师刚刚也讲了 另外还有两种 一种叫做 肚肚鸟 对不对 刚刚已经有讲了肚肚鸟 它本身是在17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灭绝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蒙马像 蒙马像大家一定很熟悉 为什么 那个电影《冰原历险记》 有没有 这是主角之一 对不对 大家对于蒙马像也都是非常喜爱 所以它们现在也都是用DNA 要复活中的一个动物了 但是我们来请教一下 就是有了这些活体细胞 像刚刚讲的团团 都已经被保留下来了 所以将来很有可能 也可以把团团复活 是这个意思吗 邏輯上跟技术层面上是 但是刚刚讲的道德方面的考量 就是说我们目前有保留团团的 可是台北动物院 也跟我们的林业籍保育署 一起合作了很久 我们在做野生动物救伤收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比较多的个体是 来了留不住都死掉 所以我们也自己也有一个 很深刻的体悟跟痛心 就觉得说 这些个体都留不住 它们就不见了 它身上所代表的这个遗传多样性 就跟着消失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 冷冻方舟的概念能够保留 这些个体身上的活体细胞 也许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slogan 口号叫做 Making Conservation Cooler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只想到 保留现生动物 可是当然如果是用液态氮 保留它们的活体细胞 也是另外一个选项 也是一种保留 好 下一个阶段就是说 那凭什么是团团 不是另外一只雄性个体 所以这个在遗传多样性的考虑上 可能也需要有一个机制去评论 当然像圣地牙哥所复刻出来的 包括黑角雕或者是蒙古野马 就是当时他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可能他找不到适婚对象 他没有办法留下后代 所以这样的一个个体 当现在有可能有另外一只 不同性别的个体 他还要计算成熟的年龄的时候 他把它复刻出来 就让我们的族群 个体可以有机会增加 同时更重要的是 保留了它们的遗传多样性 其实相当程度 我们在电影《猪罗记公园》里面 其实大家也开始反省了 这个相关的东西 但没想到现在的科技 慢慢的成真了 所以当时演的可能是真的 但是随便乱复活一通的话 就会演变成世纪大灾难 还有可能会变成这样 那么当然除了给绝种动物 复活的希望之外 我们也希望标本当中 有没有可能提醒人类 就是他们所生活的一个困境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就有石虎标本 对不对 比如台湾石虎 它踪迹是在中部的浅山地区 然后它的族群数量 仅仅只有400到600左右了 主要威胁有七地流 湿拉 鹿沙等等等等的 老师好像制作过这个 被陆沙的石虎的标本 那从那个石虎的标本当中 您看到了哪一些 是人类应该要警惕的 石虎喔 因为最常我接的几个案子 都是石虎的 都是陆沙 对 都是被撞的 那当然它显示就是七地破坏 那它也是很麻烦 因为它毕竟就是平原物种 跟人的七地就是重叠 那被撞代表 你还要当场死在那边 然后它可能入侵鸡舍 然后不知道 跟农民之间的冲突 然后遭遇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其实陆沙也只是冰山一角 对啊 可以这样讲 那当然要怎么解决 我也是很麻烦 可是您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像这种陆沙的动物 比如说它的 它可能就受伤了嘛 那在制作标本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更为困难 还好 因为我们 最主要是取它的毛皮 所以它的骨骼或者内脏 怎么受损 对我来说影响不大 但那只是说 一定要够新鲜啦 剪刀到我手上 可能时间一拉到 可能也做不成 是 生物动用性中心有一个陆沙社 所以就像刚刚黄老师说 我们会有机会见证到很多的 因为交通而死伤的动物 另外在我们野生动物救伤收容计划里 经常看到的这个动物 可能我们从它的身体外观等等 可以做很重要的采样 比如说它可能是被咬 可是被什么动物咬 现在可以用DNA的检测 遗传检测去推估 确认甚至确认是被狗咬 当然搭配的自动照相机 就可以更进一步提供科学上的激证 所以我们非常多的流浪动物 是因为不负责的四组 可是这些流浪动物 事实上也造成我们 台湾本土野生动物 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上游的部分 必须要有一个态度去解决 另外就是野生动物 根据我们的一些 标准作业流程里面 特定的物种可能是疫感 就是说那种传染性疫病 容易被感染的物种 这个时候我们都会 有些个体要送到家卫所 或者我们自己有能力 做部分传染性疫病的检验 这个时候你就是 从野生动物 或者是我们所调查的这个范围里 标本的身上 我们可以学习到非常非常多 也可以甚至作为预警系统 那都是让我们的生活 甚至我们周遭环境的 生物多样性 变得能够被维护住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刚刚讲到了 保护动物的部分 很多时候都是基于 人类的自私所造成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 一个原因的话 当然就有富裕它的可能性了 不过下一个即将要消失的动物 居然有可能是 非常非常可爱的五尾熊吗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前面走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巴着树干 开心吃着油加利叶 澳洲最萌 最具代表性的国宝动物 五尾熊 近年却越来越罕见 保育人士经常到 西南威尔斯的 五尾熊保护区走一遍 却是越看越心酸 从空拍视角看到 满地都是被砍下的原木 弃置在森林间 而这树没倒下一棵 就代表五尾熊的生存空间 又少了一点 即便如此 伐木车居然还是在 国家公园内畅行无阻 保育人士一看到 都觉得心在堂血 因为随便一棵 都是百年大树 开着车沿路追也无能为力 因为这些都还算是 合法伐木的范围 尽管澳洲的西南威尔斯 已经划定 有8400公顷的森林范围 是禁止伐木 但是就怕一切已经太迟 因为近年过度的砍伐 和山林大火 导致西南威尔斯的 五尾熊树木 在2000年到2020年之间 就少了一半之多 新南威尔斯评估为了富裕 2万只的五尾熊 至少要保障或是重建 10万个自然棲地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量的种树 这和五尾熊的习性高度相关 除了自然棲地的改变 近年因为气候变远 尤加利树 叶片 水分干枯 也改变原本五尾熊 鲜少喝水的习心 台北市立动物园引进五尾熊 其实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了 一直都是园内非常受欢迎的动物明星 我深深记得就是1999年的时候 当时五尾熊元老派翠克 跟哈雷引进台湾的时候 排得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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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那真的是位为风潮对不对 那时候有小朋友的人一定要带去 那我们制作人就说他那时候还小 然后被带去 要排到受不了就逃走了这样子 好 我们就来看看那个 其实潘翠克后来是19岁的时候 高龄过世 可以说是五尾熊当中的熊锐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初 其实又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透过了台北市立动物的影片 可以看到可爱的熊性五尾熊宝宝 您看到他依偎在妈妈身上 真的是太萌了 动物园指出五尾熊宝宝满一周岁之后 就会开始学习独立 那么他的萌样真的让很多的网友 都说被融化了 而且今年也首度启用了 五尾熊的户外活动场 的确我去澳洲看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五尾熊就是放在户外的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其实比较 比较符合五尾熊的生态还是怎么样 在澳洲 其实就我们台北动物园 引进五尾熊的当下 我印象中 五尾熊基本上在澳洲 就是很普遍的动物 对 根本压根称不上什么兵尾 可是有些物种它演化上 就是长得超级可爱 也容易触动人心 所以我们 他们就很容易变成明星动物 来到台北当然我们要好生伺候 所以就不得有任何闪失 也因为这样的思考 大概他们待在室内的机会就高过 到户外放风 可是随着我们目前 五尾熊大概照仰的技术 比较稳定了 我们也觉得说 其实在澳洲 刮风下雨 天寒地冻 恐怕比我们台北的天气还更恐怖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 不让他们有机会到户外 晒晒太阳逛逛街 所以目前我们的照仰的流程都是 保育员上班以后 会让他们有机会轮流到户外的空间 去活动 我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五尾熊照仰的空间 能随着他们的个体数的增加 我们能够再找更好的 更大更宽广的空间来照顾他们 我们长期跟澳洲来进行合作 现在在保育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很好的具体成果 是 很有趣的是 一开始我们就是被澳洲要求 它并不是保育五尾熊的个体 而是保育他们的气息地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 2000年2003年附近的时候 卫雄根本还没有任何兵围的迹象 可是大家也要理解 随着我们人类的活动 有些活动造成的影响 像全球气候变迁 有可能造成尤加利树 它的照仰上 它的生长上不如预期 所以卫雄在它演化上 最适合的繁殖剂 比如说三月到十月的中间 它需要大量进食尤加利 可是尤加利长得不好 这个时候就会对它的族群造成压力 现在我们对于 参与无尾熊保育的计划 就开始变成 连族群的遗传多样性等等 这个计划都要一起去讨论 那回过头来来看 我们的无尾熊 像哈雷 派倔克 后来有被做成标本吗 我印象中有 因为就是它对于我们台北动物园 或者台湾来讲 它可能是第一只个体 但是当然这个对我们制作标本的同事 就万分抱歉 当被人家亏说 这个长得一点都不像 这个不是我记忆中的 哈雷 派倔克 或者弄起来像一个胖胖的玩偶等等 所以就受到挫折 就要从低谷中间要奋发向上 所以随着时间的改变 它们的技术也会进步 好 有时候也是要观摩 黄老师好像会帮我们推荐 如果大家对标本有兴趣的话 其实有一个地方是很可以去的 叫做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对不对 其实这也是很有名的电影 博物馆惊魂夜 这个拍摄的一个地点 请问一下那边的标本 有哪些亮点 是不是也帮大家介绍一下 现代标本之父艾克雷 他的作品基本上大部分都在那一边 就是从开始用开模做家体的标本 的作者 就是这一位 就是他 对 他的作品大部分都在那边 而且都一直到现在一百多年 都还是很经典的作品 有些当然以现在的技术 有些可能做得比他更好 但大部分我们最多就跟他一样 也没办法超越 他几乎已经做到最好 你最喜欢的有哪几个 最喜欢的 对 印象最深的 印象最深是大象 它的大象 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搜寻它的做法 因为讲起来就比较复杂 它里面没有夹底 是空心的 这底下的奥克雷后 这些非洲象跟二楼的亚洲象 里面都是空的 那我们比较内行一点的 可能是看一些小动物的细节 我觉得他真的真的做得很好 您所谓的漂亮 它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想知道就是那个标本师 这个专业标准的漂亮会是包括了哪些 精确性 还有一些他姿势的可看性 对 他的肌肉的表现 那这个姿势哪一块肌肉发力 哪一块肌肉不发力 或者他在休息的时候 那个是很放松很垂软的部分 那他都有表现出来 比如说这个标本的话 他是有点狐狸在追野兔对不对 当初您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些部分 这因为我能拿到的皮毛有限 所以拿到狐狸皮跟野兔皮 它的肌肉表现就不需要太强调 因为你毛皮都盖住了 你也看不到